一中準決賽第一站碰頭禁敵南山高中 靠著高三的中鋒周瑋成狂飆39分的火燙演出 最後91比88逆轉銀球 泰雅好手周瑋成身高188公分 在禁區內身材不算特別搶眼 靠的是拼近以及腳步 不過面對南山他的狀況實在太好 除了籃下的單打之外 中距離的跳投也有劍術 前兩截就獨拿了19分 進入下半場手感也沒有降溫的跡象 最後轟下籃球生涯新高的39分 外帶12個籃板演出雙十 連他自己都直呼不可辭意 周瑋成的標分秀在第四節一度出現隱憂 原因是打到抽筋 緊急退場治療 嚇壞了教練以及隊友 更猛的是周瑋成經過治療伸展 回到球場後 投籃手感竟然完全不受影響 抽筋的時候很痛喔 但是抽筋完我就想馬上再上場的這樣子 其實他抽筋是一個意外 就是說因為他那個膝蓋的貼渣太緊了 所以血液不循環抽筋 不是體能出問題抽筋 所以當然他的單打能力是相當不錯 那昨天南山高中沒有選擇包夾他 所以他有比較好的一個出手機會 自立民的好表現 總教練林德奇看在眼裡相當驕傲 更點名周瑋成和當家口味賴庭恩 是球隊能否在睽違十一年之後 挺進四強的關鍵人物 以期待逆轉南山的這股氣勢能夠延續下去 累積更多的自信迎接其他強隊 我來地區黃日紅 黃花君 台北採訪報導 台北採訪報導